台中市長盧秀燕在豐原區的葫蘆敦夜市舉辦造術晚會 盧秀燕一到場支持群眾熱情歡呼 選前最重要的黃金舟之夜 盧秀燕選在豐原區爭取山縣支持 他也強調他要打破台中市的市長連任魔咒 台中市長連任的魔咒 各位我們的親愛的市民家人 我們這次一定要打破魔咒 創造奇蹟連任市長好不好 好 盧秀燕講的自動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立委江啟臣以及前立委言寬恒都到場 站在他身邊立體支持 民進黨籍的蔡其窗也找來大咖 是和爭取連任的高雄市長陳其邁合體 到南區的大慶夜市近距離跟民眾高櫃 謝謝大家不好意思喔 支持群眾搶著跟陳其邁和蔡其昌合照 還有討簽名 現場就像偶像見面會一樣 人際爆棚 道雄其實未來有很多 其實是跟台中是既競爭又合作 那所以我當然希望說 一個眼睛跟我一樣小 然後人員很好 有遠見有魄力有協調能力的新豪市長 能夠帶領台中 蔡其昌以往政治版圖大多集中在海線地區大選黃金州的周五黃金夜 他選擇和仁慶旺的暖南市長陳其邁 一起逛南區夜市用親和力突襲市區票倉 展現美麗席票 華市新聞出版聯品聲音 台中報導